大家好,歡迎收看11月3日,逐美國總統大選日的C基金直播,我是浩德 不知道昨晚大家有沒有在新城網上講座見到我,買個廣告,今天下午我都要去幫朱子做即使搏擊,所以有機會可以捧場 好,說回C基金的表現,如果網頁見到是10月30日,即是頭10個月,C基金的表現是32.62 這兩天想著市場平淡一點,不過都能回到,保守了,不過都有點倉位,所以都能跟得到 今晚大家問,大家有什麼期望呢?我個人的期望很簡單,最好結果沒什麼爭議,不守延期 說真的,拜登上也好,特朗普上也好,如果簡單地處理這件事,市場是最開心的 如果短線一點,我覺得拜登上可能會先升後跌一點,不過是一個很短線的看法 假如特朗普就是先跌後升,我自己覺得,因為始終市場已經有建立了一定的預期 所以這件事今晚就會知道 不過說回港股,我覺得今天的形勢很搞笑,其實美國昨晚不太升 其實都是最後一段時間咬腰上回來的,如果看短短,就是最後一個小時才上回來的 力度又不太大,不過港股今天就厲害了,我們就去回差不多成25000 24930多,也挺厲害的,四百多點的,當大家以為應該大家都會觀望一點點的時間 今天其實我覺得也有跡象是short squeeze的,看看為何這麼說 你看看今天動過市的什麼呢 動過市就是,如果從這個恆生指數的點數貢獻來計算 AIA是130多點,接著到每鋒,到內銀,CCB等等 你說如果是內銀,其實我之前也提過,我也覺得應該已經建了底 每鋒這兩個板塊,我也覺得建底這輪強一點,也不出奇 反而鈾,鈾今天其實也很厲害,Synnox,那些三桶鈾,對指數貢獻很大 不過因為鈾,純粹有少許是跟油價,昨晚油價也上回去 我之前就有少許擔心,因為疫情關係,鈾開始變回 現在就好像好一點,都正常對整個市況的動作 不過你說連香港地產,譬如你看到今天新鴻機都去回100元 AIA,當然之前一直都弱勢的,你看到AIA 我們去年都在我們C基金十大持股出現過 後期我覺得形勢都比較差,都難搞一些,大家明白 你看到突然間,今天都動了一些 這個,就這樣問我,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這個指數性 看小米卡,動動比較少,雖然的跡象都是 臨到這些波動,或者轉折位置,變卦的位置 人們都不搏太小的東西 不過anyway,我覺得,如果真正的人 要不就搏下一些大些,新經濟都不行 不太動的,譬如ATM、騰訊 不過都超話完成的,我經常說,都捱著600元 但可能資金一切就在輪流炒的index 尤其是我們之前有提過,近年尾 有部份的基金經理都會有傾向 然後再加上一些所謂的指數成份股 即是不再搏了,市升他就跟足,那時跌他都跟足 不用被人罵,這個是不是已經提早收勞的表現呢 就不知道,不過是否完全沒有一些資金的機會呢 也不是的,譬如說之前說過,那些短炒了少少 即是1919,也不算是否出了業績的 股價是很漂亮的,之前我都提過 不過其實說真的,背後最大的道理 都是炒那些航運的船價 因為其實今年疫情底下,其實對行業的影響很大 其實有少少收縮,收縮都來,但你又有些需求 短期的供求,即是供求失衡,其實就令到船解路飛升 這些都是一個,可以是周期股當中找機會 不過我想說,另一個例子就是狗子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走了,不過走了去又彈回我 我走的原因都說一下,我看到他不好動就走了一些 不過之前的指甲開始都不好動 不過近期,這兩天出了一些新聞,都是指甲開始動 那他又繼續上 你說是否短炒呢?要跟貼一些,或者順勢 不過賺錢都是開心的 我都看到有些朋友還有賺 第三個我覺得,這個我反而覺得可以說一下 就是新能源車,你看到昨晚那幾隻新能源車 包括NEO,小鵬汽車,和理想汽車,全部都厲害 連NEO的開放圖,大家看見不見到 你看看,NEO昨晚升了9% 33元,理想汽車升了13.14元,大家看見了 那隻小鵬汽車都升20元 當然我要說一下NEO,因為我們之前覺得幾隻當中 我自己看得相對好些 如果大家有細心聽我說,我覺得去過這些位置都差不多 我還沽了一點點,懶惰想沽一點點,指賺 我經常都反對指賺,結果我一指賺 就懲罰我,給股價去了30多元 幸好我沽了很少,這隻股票不夠 十分一倉位都不夠 當然大家也知道,就算不看中概股那幾隻三寶 但最新,你見到10月份出的數 如果昨晚有聽我說,新城網上講座 我已經提過,其實都爆升得很厲害 例如理想汽車,一向買那兩隻ES6、ES8 加上EC6,其實都反應不錯 上個月單月是說買5000多架 你看回年中7月份的時間,都是說3000多 你見到其實整個momentum pick up,也不是最厲害的 你見到其他幾隻燒盤,三個月前都是說2000多架 現在是說3000多架,理想都一樣 所以你見到新能源汽車,就算不是新能源汽車 還有汽車代理,我見有些朋友即時都問 881,我是不是還看好,其實都是繼續看好的 OK,這個就是我覺得不懂看市場 或者暫時保守底下,部署上高都可以留意一下這些機會 所以加減近期都是這樣的,有些人問 現在的倉位,最終要報告一下,我們的方式是高透明度 市基金最新的倉位都是七成 昨天再上去,或今天再上去,市難回,有沒有急追回 我們是沒有的,希望先看清楚一點 我自己覺得,也不是太淡 七成倉位一定覺得中金進取 我覺得就是,因應形勢發展,我們有操作的空間 我又不是覺得,好像總統大選,是世界末日這個想法 所以七成倉位最近期,加了些什麼呢 包括A股,我講過幾個A股 A股就開始生勝了幾天 尤其是我經常看創業板指數 因為其實大家有細心看我們開的A股 很多都是深圳創業板相關的,大家也知道 10月初回來,很開心一下,回回 這幾天,慢慢地好像令我重拾希望 近期都加的,例如說,寧德時代,我們至愛之一 已經是十大持股,不過如果可以成功的話 其實我都不介意繼續加的 給圖,大家看看,都創了新高 今天回回一點,但整體來說 都要創了新高250多元 九月份和我威威的節目講 好像都是,因為是十大持股 八月份那時候是200元 都算是生勝一下,尤其是相對A股 因為整個A股其實七月份到現在都不動 另外一隻,我都好像這麼快看 不過我想因為我在新城直播有講過 新城和朱家明講過這隻金龍魚 我忘了我們直播有沒有特別提 十月中一隻在A股上,也挺大 深圳的消費股,叫金龍魚 二千多億市值 可能一般省戶現在就賣不到,因為它還未進入滬港通 但是應該就快進了 我們這些就是新的部署 即使跟大家講一下,希望它可以 我不要轉頭要剪輸 大家講的時候就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我們有什麼行動 立即跟大家講,大家就可以自己驗證一下 不過另外一些,我們部署上 近期都有看好一點 有些半導體相關,Semi hardware 我轉頭,我知道大家很掛念ADA 我終於捉到ADA回來和你說話 最後一分鐘,我減了什麼 我覺得美股都是弱的 所以近期我們美股上減得比較多 包括之前那些TTD、ARK 我們都減了一點 避一避,因為10月份 其實美股真的相對港股 港股,A股硬盛很多 我們都這樣避一避 減了一些index,不過今天就比較雙 沽了一些限子期貨 那你今天就給它夾一下 但是單日就沒有辦法 沒有得那麼完美 不過整體的 接下來,我想這些過來兩個月 看看一個月的形勢 今晚發展如何 明天可能再做直播的時候 不一樣 不過通常到明天 到明天中午都沒有結果 市場都可能要用一兩天 才可以比較明朗化 這兩天大家都自己收拾 至少我將我的操作和大家分享 交給我的同事 第一個就是萬眾期待 我們司機的Ada 麻煩Ada說一下Semi和Hardware 有些新聞發展 有些新聞發展 近期 今天都升得很好 A股 昨天已經是 今天港股也跟著它升 有些報徒說 其實在8吋的waiver 近期的企業都很高 之前擔心3Q充貨量 之後華為之後 是否四季會很弱 至今的使用率很高 都超過九成 所以現在開始說 8吋的waiver會 接下來會加價 所以對股價也有支持 華為這兩天都有些新聞發展 第一 新推出的Mate 40手機 買得很好 JD在雙十一第一天開售 都已經賣团貨 這兩天都會移動 但重要的是 昨天出了一個新聞 華為會會在上海開一個FAB 先做45nano 之後會做28 然後20 但這些都是legacy的尺寸 最新科技 應該傳由上海集成電路研發中心 這間公司的媽媽應該和華紅上市 公司的媽媽是同一間華紅集團 今天你看見華紅集團 都會升得多於其他半導體股票 華為和華紅集團 都未有出來回應 這個結果都是報紙說 早前如果不是5G related的IC 應該美國的公司還可以供貨給華為 所以這些消息都好像Point to 就是華為未死得 所以Chain的反應都是正面的 最後之前有一個觀眾的問題是關於IC Inventory 上次也有說過一點 現在再更新一下 上星期大陸有一間A股公司叫GigaDevice 他做No Flash的 出了業績 在業績公佈會的時候 也有Analyst問過他 因為他的major foundry partner 就是SMIC的中心 大家都擔心 那你的客人會不會擔心SMIC出事 而不找你們 就轉了一些單去台灣公司 他的回應是一切正常 還要未來2021 他會在SMIC再拿多些capacity 所以這個 這個 comment之後 其實SMIC也有些reaction 已經強了幾一 另外 另外有一間台灣公司 也是做No Flash 但就高級的GigaDevice 他都出了業績 但他的業績公佈的時候 他就說到有少量的訂單 但是他看見 其實都是真的轉移到大陸 所以這個conclusion就是 其實客人是會雙線行車的 之前真的有什麼出事 我們上次就說了 因為客人是擔心 未來的supply會不會出現問題 所以會build the inventory 我們之前就想在3Q裡build了 4Q會不會就沒有了 現在looks like 客人都繼續是用這個strategy 就是繼續build inventory 在大陸和台灣 賣到給他 就先build貨 看看選舉後或者外面的情況是怎樣 才真的去判斷是否switch supplier 但現在仍未見到很大量的 即是減了大陸onshore的productions 就去其他 IC就差不多了 就交給我另外一位同事 Sean去講一講JD 是 謝謝Aida 我是Sean 今天我們會花多一點時間 去講一下 一個online活動 expending 在這裡就容許我 給大家看一個 Morning Stanley的 一個research report 這個其實就有提到 Otherwise公司做了一個 問卷調查 在10月16日到10月21日 這六天在online上找了2000個受訪者 那些受訪者都會在中國的一線到三線的城市 去做一個比較詳細的民怨調查 就得出兩個結論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一個要分享的東西 其實就是它的平均每年的網上零售消費 去到6500元 人民幣每年 可以見到 在T1和T2市 就相對會比較高的 annual spending 這裡可以去看一下圖 就可以看得出 就是你看到 Average annual spending on online grocery per user 其實是6500元 平均 但是T1和T2市 就相對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T3以下的城市 其實是5000多 可以見到 如果是看T1和T2的話 就44%到30% premium 那些比較低下層的城市 其實可以反映到 JD、Alababa或平多多 其實都開始會有一個比較激烈的競爭 如果再看回 講多些中文 我們觀眾要 是的 之後可以 除了看看它的金額以外 我們可以看看 它每月的平均用的一個frequency 購買次數 購買次數 你可以看到T1和T2 就是一線、二線城市 其實每月可能會用五次左右 平均四次 可能會用多一次左右 其實都反映到 在一線和二線上 反過網上零售 消費的力度 其實是相對較大的 如果你看回京東和拼多多 每月的每用戶的平均收入 它的ARPU 平均收入 你看到其實京東 其實現在在2019年 2020年 一半是五千七百元人民幣 如果拼多多是一千七百元 因為京東比較專注於高端 T1和T2市 其實這個情況 京東是有機會受惠於 這個平均增長的位置上 然後再加上 我在幾個星期前 有提到的就是京東和阿里巴巴和拼多多的 Monthly Active User上的一個比較 其實是每月活躍用戶 每月活躍用戶 每月活躍用戶的比較 這個每月活躍用戶 其實在三個比較上 其實京東是有相對少許訊息 因為它的基礎 實際的數字其實相對較少 如果看回阿里巴巴 其實是8億的每月活躍用戶左右 拼多多就大概是6億 但是你看看京東的每月活躍用戶 其實京東的每月活躍用戶 是324億 3億多左右 但是問題是它的growth rate 其實是相對有提升度 你見到其實是一個上升的同比增長 增長加速 增長加速 其實就是去到疫情前的一個水平 但是反過來看回阿里巴巴巴 為什麼它在9月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插落來的情況 就是因為它第二個季度出來的業績 就是很多都是一個減速率的增長 所以在這個情況 拼多多是有一個比較好的優勢 在裡面 另外一件事要提到的 就是它那個調查上面 有提到最大的原因 為什麼去鼓勵一些客戶 去買多些東西在京東上面 京東的platform上面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方便程度 最主要這個可能要提到一個logistic 一個物流上面的一個問題 因為如果你看回京東和阿里巴巴的 他們的business model 你可以看到其實京東是一個相對比較 做一個first party 一個1P自營店的角色 但是反過來看看 阿里巴巴最主要的淘寶和淘寶 是一個3P third party 做一個平台 給買家和買家做一個全聯 如果在logistic上面 其實在1P的model 就是京東的model 做得相對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那個demand的response 程度其實是相對會較快 比阿里巴巴的一個材料物流 或者其他做過一些投資 就是中通、元通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情況 在京東物流或者Dada上面 其實是做一個較高的 協同效應在裡面 另外這裡有一幅圖 可以讓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最主要就是 一個問卷 就是說 在T123的城市上面 有多少人對於convenient 是較同意的 而且你看到阿里巴巴有23% 其次就是因為多了一些 Qpoint的情況 所以人們就用多了那個 一個平均的平均的平均 這樣 就是 去到總括來說 其實最主要就是想帶出的 就是在第三個季度上面 其實就多些人去用了那幾個平均的平均的平均 可能是一個比較長遠一點 才可以反映到在業績上面 那個趨勢至少是 阿桑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都是正面的 所以我們的京東倉位都不小 拍得住 ATM的 OK 好 直接去到 多謝Ada和阿桑 他們說得真的比我更加好 我現在可以說少一點 好 去回Q&A 因為都二十幾分鐘 第一個 我都要優待一下AM730的問題 先 我見他問兩個 康芳生物今天升 可不可以買少少 我就沒有了 直接回答你 沒有我沒有 接著881 入得未 我已經入了 所以就回答你 不過我今天就沒有入 我今天都 其實在五十五六元這些位置浮籌 OK 不過我應該最後一個主要多這些位置 不過我今天就沒有加了 不過你大家都知道 我的慣性都是分段加的 一邊可以一邊加上去 我就不肯來 好 好 我記得了 我還要回答一些 在大家的頻道上的留下的問題 好 A股全面註冊制是什麼 註冊制 就憑審批制的分別 A股其實過往 很多人想上市 因為其實國內很多企業 資金都是一個問題 但是它與香港不同 香港 譬如我們香港就叫註冊制 基本上它已經把每間公司 上市的條件寫得很清楚 你只要合乎那個checklist 合乎的要求 你就可以上 實際上上市科 他們人為的決定因素 就不影響得太多 你有資格就可以上 簡單 國內以前是審批 即是說什麼意思 就算你有資格 都要走程序之餘 都是要等的 等到什麼時候都不知道 即使你合乎資格 都可能上不了 簡單來說 但這個當然 對上市的供求 就變成有一個影響 很人為地 以前大家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市不好 就不要那麼多新股上 不要搶走資金 現在慢慢逐步開始 內地的金融市場改革 股票市場都有很多改革 以量元 大家可以看到 註冊制之後 可能對上市的速度會加快 短期心理影響會大些 其實八月份的時候都試過 深澤創業版的改革 科創版都開始轉 其實短線影響會有 長線就是一個健康發展 好的公司應該上 好的公司應該快點上 才可以跟人競爭 好的 什麼時候買司機金好 現價或等調整 分註或一註 當然各下可以去考慮 通常我做生意當然覺得 今天買是最好的 但我經常都說 大家什麼時候買 可以參考一下我的倉位水平 高的時間買應該會比較直播 不過反過來說 當市貸的時候買 我看到有些人在留言說過 我隨便買 你的上市空間就大 不過說真的一句 你們買一個基金 找一個專業的基金經理去代勞 某程度是想著不用煩 我自己覺得 這個所謂Market Timing 就算了 你好像我這樣 天天坐在這裏 整班同事去看 其實都不一定是百犯百中 我自己覺得 分住 一般我覺得不如分三註 如果可以 或者表現 如你所願 就再加上去 那就簡單一點 今天就是第一註 第二第三註 看看接下來的法治是怎樣 我覺得會比較容易 好嗎 去回 剛才那個小廣告 不過大家都容許我試買廣告 因為我都要找飯吃 當然最重要是 達國司基金的表現好 大家就可以收表現費 那個最重要 OK 去回答即時的問題 就問一下 信達中星回了很多 我沒有加一些 兩隻今天都是沒有加 兩隻我都有的 OK 那 突然間監管機構 要見一下馬雲 可能不知道 有些人覺得看淡一點 不過大局已定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可能會投訴 為何我拿不到貨 其實這次馬雲上市 派貨都激怒很多人 Anyway 這些不要說了 得罪人 好的 好的 上個星期說過金龍魚 剛剛出了 昨天升了很誇張 對 我也有的 就算剛剛開始說了 好了 好的 今天什麼事升這麼多 我一開始說了 說真的不是事事都是解釋的 我講過追砌的故事很簡單 不過我自己 傾向覺得 我不會跟 什麼事都不知道 其實 說真的 美期都沒有升 沒有升這麼多 是港股夾一下 剛才我有沒有提過一點 就是我看到AIA 就是我們那個友邦 還有香港地產都升 不知道市場對於香港 也有些情況 有些新的想法 但我的消息層面是不多的 我再留意一下 稍後就是即使搏擊說一下 好了 美國大選問一下部署 拜登贏買什麼股票 特朗普贏買什麼股票 比較明顯 拜登贏 可能是新能源 反過來 特朗普贏 可能是傳統的能源 這個就比較明顯有分別 其他 我覺得就不太明顯 有些人說笑 特朗普贏了 就買Twitter 因為他這麼喜歡用Twitter 不過如果跟了 就很麻煩 因為早幾天Twitter 都倒下來了 不過我覺得這些 這麼短線的部署 其實都很虛虛的 好了 下一個問題 為何教育股近期 大部分走勢越來越差 我就不知道 因為大家如果跟得我久 都知道我不是很看那些 教育股 唯一我看的都是那些 網上教育股 那幾隻 新東方 好未來 跟隨學 跟隨學 今年都打打架 和沽空基金 夾到百多元 近期又回落 新東方也是 不過其實你見到 尤其是最近一季 那些傳統的補習 其實影響都很大 而你網上的競爭 其實也很大 所以你說很多人 上不了學之前 要轉去網上 但是競爭 我想都嚇到大家 至少短期 你看到大家都弱了些 金豐科技有沒有進入 我覺得太陽能有個風 所以我沒有 金豐科技 下一個問題 有Michael 問如何用技術指標 還是股票能量 供物動力 都是看價錢 看成交量 很傳統 其實所有的技術指標 都是根據於兩種東西 就是滑圖 計數都一樣 就算你不需要好數學化 也知道 價量齊升當然就是最好的 大跌時 如何可以及時徒生 大跌時 很多時候gap down 你都會說 避不了 第一 留意一下 你自己的倉位有多大 如果一般個人投資者 我假設那個盤不是很大 其實就簡單一點 我們一個基金 你真的要計算一下流動性的轉變 還有如果你真的怕 一下打下去 平時每一柱的注碼 要控制得好些 我經常發覺很多朋友 一柱獨贏 或者整個倉買三隻股票 當然是好的 說真的 有信心買大些 才贏得夠厲害 但是 自問有沒有試過不行 我經常說 尤其是很多年輕人都經常跟我說 這樣就好 這樣做得好的時間當然就是好 但是有經驗的朋友都知道 所謂叫做 不怕一萬 自怕萬一 那些事情真的不順的時間 你是不是可以守得到 這個最重要 一直讀贏都可以的 都不行的時間 如果你守得過的話 其實都可以做英雄 不過兩億二位 所以自己 看自己可以捱得多好 尤其是現在越來越難 因為資訊浮現得很快 而且很多時候 有壞消息一下就去了 你走不前 OK 下一個問題 問175會不會catch up 1211 我就不會回答你 如果我覺得是會 我應該買了175 不過我現在就沒有175 OK 2126hole in the long term 那是什麼 OK 逆命巨落 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我們 Calvin要補充兩句 今天好像跌破了 給Calvin說兩句 這隻的產品線 都比較耐性 他放了一隻的藥 所以風險更大 所以我之前都說過 不會考慮抽這隻股票 幸好C基金有 Calvin幫我看著 如果不然我衝進去 今天就捱一捱 好像半日收22.45元 是不是跌破了招股價 上市招股價是23.8元 幸好Calvin制止我 你知道我都有些animal spirit 一看到的東西 很想衝進去買 所以廢話不說 Calvin回答你了 他就有些保留 有哪隻A股我們可以買 香港可以買 我的意思是經過connect 我剛才說的 我平常是寧德時代 我一直都看好 信封 我怕我會重覆一次 讓大家會怕悶悶 不過這些我都 我自己看好 事實上又賺好錢的東西 我都很乖乖地坐在這 不行那些走了 沒有辦法 不過走的時候 我都跟大家說 單聲的 Kelvin卻問 美股有PLUG PLUG現在大家記得 阿桑有說過 是一隻燃料電池 就是那些hydrogen 氫電池的 美國的一個概念股 都比較大的 問A股有沒有差不多的概念 東方電機都有做hydrogen 不過我想說應該沒有 沒有那麼直接的 輕能源的股票 還有他比較實在 雖然他很多東西 盈利都沒有出來 不過他至少 營運上都真的有些 出來了 譬如你 Amazon也用一下 就是那些warehouse 都用一下他的差距 你說A股港股 我就留意不到 好了 下一個 Accounting 好得都沽其子 好得其實都很多操作 對沖 所以真的不是很簡單 你見外面一個人 和你推介兩隻股票這麼簡單 背後都很多工夫做 不過這些就是短期你見不到 因為說真的 你估期子有時對有時錯 短期就好像五十五十 不過你中長期拉雲 其實我相信 對整個C基金的回報會好些 因為說真的大家都不喜歡捱價 當市真是弱的時間 寧願蝕半張 都可以把下跌風險控制得好些 會好些的 我經常說 因為有時客戶沒有 我們跟得這麼貼的 他不知道 原來在購買哪隻股票 很有信心 如果客人坐不住 最後他輸錢 我也覺得不好 所以我們自己 都很想控制一下波幅 不過當然 現在市場越來越搓 很難 完全不搓 追求不搓也是假的 至少控制得好些 下一句 我不反對 雖然我有很多理論 還有我都希望買一些股票 在中長期持有 不過如果你覺得股價弱 你減住 我都會合理 將一個大問題變成小問題 不過如果你賺錢 就減慢些 雪錢就減快些 蚂蚁上是否要加到ATM左右 中線我覺得是 蚂蚁是否好,我覺得是好的 這次定價貴不貴,我覺得是貴的 是否透支了,我覺得是 昨晚有些人不停打給我的記者朋友 究竟升幅多少以內就追 暗盤升到五成是否誇張 我覺得五成就不會急追 當然,我之前說過多次 因為蚂蚁是一個must own 每個人都要追貨 問題是,那個追貨跟著追,那是誰接貨呢 所以都要看價位 我覺得大家太狂熱,我本能上有些抗拒 我也會加的,不過可能要抵得著頸 不要高追,那些人賺錢的時間 又要不要損葡萄 都不容易的,我想很多基金經理跟我一樣 下一句 Jason說Ada很開心 他也很開心 請問有沒有買中芯國際 前景有什麼評價 Alphys Tran,應該少跟我們直播 這支股票 中國芯片製造 有什麼評價 就是細之所趨 不過被人打壓,一波三折 一被人打壓就回得很厲害 四十幾元回落十幾元 現在的差跌都回上去 近期我有加的,有機會詳細講 其實我講了很多次 因為這支中芯 好了,101可以幾錢入貨 有人持觀歸故利 有人漏夜講科場 這些位置我覺得好 不過這輪再提提你也是弱的 看看你是不是捱了 我一般都是覺得 零買當頭起的 跌的時候我不追求的 除非整個市場跌得很差 或者股票真的很殘忍 而我真的剛好得到 那支股票我賺了很多錢 又不用怕止蝕 但一般我的建議都是這樣的 好,這個問題不錯 CWing Chi 之前都有跟很多電動車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小鵬汽車出的自動駕駛 體驗好像都不錯 比起Tesla、Leo 會不會加上呢 第一,我不是加不加上 我現在沒有 現在我集中在衛來 事實上我是聰明的 其實衛來真是跑贏的 但我剛才前段的時間有講一下 其實他們幾間近期的表現都不錯 賣車等等 所以應該再擴緩了戰線 他說不是很理想 因為純電動車才是大趨勢 我覺得是的 Sam那時候詳細解釋過 我不翻兜 大家很多這些股票號碼 我不想在直播內不停翻兜 所以廣告的就自己搜尋 應該很容易搜尋到 如果你想看一下 981中心國際 在我們的頻道搜尋 應該找到 杯蝦有沒有減遲 就好一點點 73元 現在好像賺了 不過我覺得 我怕就好像Leo一樣 我打算27、8元沽也很厲害 誰知道去到30多元 不過我也是沽一點 通常我 我常說賺錢就止蝕 就不止賺 所以有時候我忍不住賺 就馬上被他懲罰 我覺得另一個概念 或者一個參考 就好像買了一些好的股票 就好像買了一雙漂亮的紅酒 可以陳年 你不能買回來 一次過就開了去喝 那又浪費東西 但你那雙酒 擺50年都不喝 又是浪費東西 那又怎好 過時過節 老婆生日就開一瓶 分斷子賺 其實股價是說不定的 如果這麼容易判斷股價見頂和見底 其實我們就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大家都不用聽我說那麼多 因為其實都比較複雜 下一題 剛才我說我們C基金真的很透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麼透明 我有的 昨天 OK 通常分拆上市是否會跌 好像合景 對的 這些所謂分拆再派送的情況下 尤其是如果那間公司夠大 還可以被人沽空 沽空 那所謂的arbitrage 那個套館的活動 通常就會令上市公司會跌 不過時間會升 通常可能我分拆能夠把下面的子公司的價值體驗 可能會升 譬如說好像馬蟻 馬蟻上市 我一早已經說了 現在時候我認一下 我都說馬蟻上市 阿里巴巴會升 都不知道為什麼之前的人覺得馬蟻上市阿里巴巴會跌 我問我分拆完是否會跌 對 因為很多人用合景做例子 183買完 然後可以拿到下面合景油活 活油的貨之後 如果有意欲 將整個 trade結束的時候 沽回上高那隻 所以就正常 除淨之後就有沽壓是很正常的 出現物管中線持有嗎 中線的看法 阿Sam也說了 所以我又不重複 對前景的看法 阿Sam也說了 我都不重複 不過我們也有少住的 近期的物管都很一般 請問私基金有沒有規定要多久財賣 即我買的股票 沒有的 有一個實際規定 我自己的規定 我沒有跟你說我今天買完那隻股票 我轉頭沽 這個就是有些道德 但你說本身的基金操作就沒有 根據實體的判斷 OK 都挺厲害的 有220多人看 講了40多分鐘 好了 今天都差不多了 去回 我的電話又沒有電 要幫我按一按 多謝大家的問題 今天都回答了多少 今晚就大選 明天應該我們做直播的時候 都沒有消息 可能明天我們再講一下 我都要休息一下 轉頭2點4 2點20分 我要去新城做即使搏擊 如果喜歡聽收音機的朋友 待會也可以繼續聽聽我的聲音 OK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我已經看到了 vang keys 5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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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點1